樊花 作者 金宇成 第九章 一 嫦娥中学大门口,两个同学,发掘了护生的新军库,上来搭枪攀谈。 此刻,淮海路方面,忽然喧哗作乱,三个人奔过去看,是外区学生来淮海路,破死救。 一群人从泰山文具店方向拥来,精锐精露,大放绸布店,朝西面移动。 三个人紧跟不舍,只听前面有人喊,停下来停下来,不许掏。 人群经过高桥食品店,视电影局广告牌附近,停了下来,围拢。 护生钻进去看,一个女人抱头坐地,上面有人剪头发,下面有人剪裤管,普通铁剪刀,叉,长波浪全发,随便剪下来。 女人不想,捂紧头发,头发还是露出来。 擦。 下面剪开裤管,准备扯。 下面一剪,两手捂下面,头上就擦擦擦剪头发。 连忙抱头,下面一刀剪开,撕拉一响扯开。 女人哭道:"母妈,救命呀!" 一个学生说:"叫啥,大包皮头,包皮屁股裤子,肩头皮鞋,统统剪,裤脚管。 男人规定六寸半,女人六寸,超过就剪。 只听外围有人说:"小鳖三,真是瞎卵狗。 下座。 高中生站起来说,"啥人放臭屁?" 啊,骨头发痒了。 几个学生立起来,警惕巡视。 大家不想。 一个中年男人,千功拍手说:"太好了,真是太好了,坚决支持,女人的屁股,已经包皮出两团肉来,包皮到这种程度了,再不剪。 像啥样子呢?" 学生看了看,蹲下去。 中年男人说:"扯呀,扯开来,扯大一点。 人头攒动,只听撕拉拉,裤脚管一直扯到大腿以上。 周围人,包皮阔户声与两个同学,其声叫好。 女人阴阴阴哭,递上几只手,用力扯开另一只裤脚。 撕拉拉拉,女人哭叫:"母妈呀,阿爸呀!" 此刻,高中生立起来,拍拍中年男人说:"喂,啥单位的?" 中年人迟疑。 高中生说:"叫啥名字,啥成分,讲响一点。 中年人低下头笑笑。 另一学生,也起身说:"不肯讲对吧,要吃皮带吧。 中年人说:"讲成分吗?" 我算小业主。 我……。 高中生说:"憋三,瞎卵狗,瞎坐,是啥意思?" 中年人慌忙摇手说:"哪里是我讲的,我一直是拍手呀,一直讲支持,我一直支持捡四旧,采取行动呀。 高中生高声说:"小业主,属于剥削阶级,现在靠墙立正,听见吧?" 中年人一僵。 啪! 大腿上吃一剂皮带。 学生说:"快,立直,靠墙立挺。 中年人立直。 高中生看了看马路说:"有三轮车吧?" 护生走到路边,喊了一声。 三轮车来了,车板上面,剩了一只女士皮鞋,鞋头与高跟,已经敲烂,敲断。 车夫讲苏北话说:"我的妈妈,乖乖龙的东,金嘎我,已经送四趟了。 大家让开。 地上的女人爬起来,一手捂头发,一手捂大腿。 爬上车子说:"到横山路。 此刻,护生一个同学,忽然指定马路对面一个妇女。 大叫一声说:"喂,停下来!" 这个妇人回头一看,吓得一转身,立刻就朝老大昌方向狂逃。 两个同学大叫,包皮屁股。 停下来! 快停下来! 护生也喊。 高中生看了看对面狂奔的妇女,一挥手,大家就狂追过去。 现场只剩中年男人,贴紧上海市电影局墙壁,立直不动。 护生与两个同学,一直跟到陕西南路口,看够热闹,方才往回走。 护生说:"实在太刺激了。 身边同学说:"我得到一个秘密情报。 有一个乡党小姐,一直穿黑包皮裤,平常只穿小旗袍,屁股包皮紧,尤其是穿香油纱小旗袍,浑身发亮,胸部一对大光灯。 另一同学说:"这可以采取行动呀。 护生说:"啥?" 同学说:"护生,去一趟吧。 护生不想。 同学说:"就凭护生这条新军裤,现在大家就开过去。 护生说:"我有尸体,再讲吧。 同学说:"怕啥呢?" 护生说:"参加行动,我至少要带绣章。 同学说:"淮海路这批人,有绣章吗?走。 护生迟疑说:"算了,再讲好吧。 两个同学,拖了护生就走。 顺锐经路,朝南快走。 同学说:"这个香港小姐,以前是大世界的玻璃杯。 护生说:"啥?" 同学说:"就是大世界楼上的流氓茶馆,表面是吃茶,其实是搞腐化。 陪吃半杯绿茶红茶,带到隔壁,去开房问,浑身脱光。 护生不响。 同学说:"后来,就混到香港,打了两针空气针,居委会同志也讲。 这把年纪,胸部不可能这样挺,这样高。 护生说:"是吧?" 同学说:"弄堂里经常有人喊:"玻璃杯,打空气针,玻璃杯,打空气针。 香港小姐立刻开窗,朝下面泼沃绰水,追下来打人,骂人。 三个人走进锐经路一条新式理论,有几户正在抄家。 同学对护生说:"腰板要挺一点,讲定规矩,三个人必须上。 三人走到。 九号,同学推开后门进去,露天十楼梯,一个女青年走下来说:"方块豆腐干。 做啥?" 同学说:"叫香港小姐下来,到弄堂里来。 女青年惊骇说:"叫我母妈做啥?" 同学说:"接到红永豆总部命令,现在对香港小姐采取行动,先叫出来,快死出来。 女青年一呆。 只听楼上玻璃门一响,香港小姐头发蓬乱,一面孔残花败流。 亲生亲戚说:"啥人啊?" 三个人走进二楼,拉开落地玻璃门。 香港小姐坛口阴唇,穿一条人造棉烟裙,绣花拖鞋,拿一把檀香扇,骨牌瞪稳坐。 房里有香气,壁炉架上,一张年轻时代紧身旗袍罩,两页有媚态。 同学说:"香港小姐,我今朝过来,市售红永豆。 香党小姐打断说:"方块豆腐干。 我已经听到了,有啥事提。 同学说:"大厨,乌斗处理。 所有女阿非衣裳,自家主动交出来。 香党小姐说:"为啥?" 同学说:"剪刀有吧,当了革命小将的面,自家统统剪光。 香党小姐说:"全部剪光,叫我赤膊,我不答应。 同学说:"这就不客气了,现在就抄家。 香党小姐面孔变色说:"哼,我年轻时代,红头阿三,红眉毛绿眼睛。 剪得多了,敲竹杠的小鳖三,小热婚,畅小唐鸣,白粉鬼,连当模子。 我样样可以对杀,我怕啥人,我犯啥法。 同学一推护声说:"放屁,下座女人,生出来就是犯法。 今朝必须交代,做过啥下座尸体,自己都出来。 香党小姐说:"我为啥要讲? 我怕啥男为情,我不是反革命。 同学说:"好,不肯是吧。 香党小姐说:"衣裳,是我摸钞票做的,不是偷来。 抢来。 为啥要捡?" 同学说:"放狗臭屁,弄藏口的流氓裁缝手里。 劈尺量上量下,摸上摸下,扭扭捏捏,嘻嘻哈哈,做了多少件? 讲。 香党小姐不想。 同学说:"流氓裁缝,已经压进去了。 缝纫机电运斗,全部充工。 晓得吧。 香党小姐不想。 同学说:"不肯是吧。 呼声。 拘开大厨。 香党小姐一呆,忽然眼睛睁圆,上来一把掐紧同学的头颈,摇了两摇说:"小赤佬,穷鳖三,弄堂里的穷鬼,欺负到老娘头上来了。 我怕啥人呀? 我吓啥人呀? 黄金人我碰到过。 白象人。 洋装憋三,吃豆腐掉膀子。 我看得多了,今朝我掐杀这只小赤佬,小憋三。 同学两手乱抖,面色发白,呼声与另一同学,急忙来拖。 女青年狂奔进来,发急说:"母妈呀,快点放开啊,放开啊,放开来啊,要出大师梯了呀。 香港小姐一松,同学退后几步,大透气,摸摸头颈。 进场。 同学笑了笑,拎起旁边,一只红木鸭蛋凳,忽然发力,灌到玻璃门上,哄郎郎郎一连声巨响,玻璃格子断了三根。 同学脚踏碎玻璃,冲到门外,对弄堂里大叫:"快来人呀!" 九号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了。 大家快来采取革命行动呀,活捉大世界女流氓呀。 附近几户抄家队伍,前门后门摆了长凳矮凳。 坐了一排男女工人师傅,中饭吃得早,正是闲散无聊,听到喊叫,男工全部跑上。 九号二楼,同学介绍了情况,拖了护声下去。 房间里立刻吵翻天,后来完全静了。 随后,有人伸头出来,喊几个女工上楼,男工全部下来。 过了一些,两个背带裤女工,拖了乡党小姐下来,推到弄堂当中,立好。 脚一歪,工作皮鞋就踢上去,乡党小姐劈头散发。 上身一件高领弧皱香滚边小气袍。 因为太紧,侧面到腰眼,大腿两面开叉,已经裂开,胸口盘扭,几只扣不拢。 旗袍里,一条六十四只宝卡基黑包皮裤。 当时女裤是旁扭,旗袍差列到腰眼,裤扭直扭了一扣,露出一团肉。 脚上比比肩,一双跳舞皮鞋,头巾里,挂十几双玻璃丝袜。 弄堂里,人越为越多,楼上有几只紧身搭。 买照飞下来,有人撩起来,挂到香港小姐头上,又滑下来。 正是中午,马路附近吃猪油菜饭,吃面条的客人,也端了碗来看。 工人师傅拎过一块牌子,空气里一股没臭,上面写:"黄金戎拼头,下座女流氓董丹贵。 挂到香港小姐头井里。 工人师傅说:"大世界搞过三趟大扫除,最后一趟,扫出一万三千只蟑螂,这次是第四趟,逐出这只女流氓。 大家拍手。 太阳独晒,一群人让开,女青年低头出来,手拿一把剪刀,交到护生手里,退下去。 护生蹲下来,照淮海路方式,朝香港小姐裤脚口捡了一刀,一扯,裤子裂开一点。 同学抢过来,用力朝上一扯,全部扯上去,撕开,再剪,再扯,大腿上荡,几条破布,旁边两只奶罩。 同学也剪了几刀。 大家热烈拍手。 一个师傅拉过护生说:"先让大家认真批斗吧,三位革命小将,请到四号里,吃一点便饭。 护生跟同学,走到郑超家的四号后门,黄鱼车里,摆了单位食堂的堂瓷饭菜碗,红烧大排,炒长江豆,咸肉冬瓜汤。 三个人端了堂瓷碗就吃。 护生对同学说:"我总算是见识到了,啥叫真正地对开,当面对杀,一般人挡不牢。 同学不想。 护生说:"方块豆腐干,厉害的。 同学不想。 护生说:"我要是打头冲进去,肯定是要逃的。 同学不想。 周围冷清,人人到前弄堂看热闹,一阵阵起哄声音传过来。 同学放下筷子说:"其实,我已经梦了好几年了,最受不了,有人骂我穷憋三。 我不禁要问了,人人是平等的。 这只死女人,过去骂我。 也就算了,到现在还敢骂。 我不怪这只凳子,算男人吧。 二。 七月流火。 复兴中路上海电影院,放映公克柏林,学生票五分。 每个椅背后,插一柄竹鼓指扇,看一场电影。 阿宝删了一场。 电影即将结束,柏林一片废墟,苏联红旗飘扬,厂子大灯未亮,周围已经翻座店,到处飞扇子,前排观众,扇子直接朝楼下飞。 爆炸之中的柏林城,漫天飞舞碎片。 场内广播喇叭响了,最高指示,增产节约,爱护国家财产。 啥人惯扇子,不许惯扇子,听见吧? 不许惯。 扇子继续飞。 红旗飘扬,三大方面军,从柏林东南北三个方向回师。 阿宝立起来,走出电影院。 梧桐阴凉,四面恢复安静,缠生一片。 随便去看,沿马路路堂,已经有不少学生,工人出入,形势发展极快。 淮海路万兴,食品店橱窗,开始展览超佳食品,整箱意大利矿泉水,洋酒,香槟,上面挂有蜘蛛网,落满历史灰尘,大堆的罐头,黑鱼子酱,火腿,沙丁鱼,火鸡,甚至青豆,俄式酸黄瓜,意大利橄榄。 部分已是胖听,商标脱落,渗出秀迹,背景是白纸大红字。 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,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 附近废品回收站,尤其淮海路二十四路车站旁的一家,堆满中西文杂志,画报。 甚至拆散临乘的同床,杂乱无章,阳光下,确实刺眼。 阿宝慢慢走到私南路,锣鼓声此幅比起,悄悄停停。 这一代,抄家队伍更多。 不少房门口,聚拢一群一群陌生人。 祖父房子三楼窗口,有一只笨重红木五斗厨,逐渐掉下来。 厂里,派来起众师傅,带了滚动葫芦,缆绳,帆布,卡车跳板。 两部黄鱼车,负责送饭。 车上插红旗,摆有棱莹桶,馒头蒸笼,堂瓷碗。 工人日夜把守,已经三天了。 阿宝走到大门口,女工说:"又来做啥?" 阿宝说:"我看表表。 男工说:"过来。 阿宝走近,让男工浑身上下摸一遍。 然后进花园,眼前看到了电影里的柏林,东青,瓜子黄羊,包皮库桂花,全部绝倒。 青砖涌到挖开,每块砖敲碎,以防加藏。 小间门口,一堆七歪八道的陈年绍兴酒瓮。 风口黄泥敲碎,酒流遍地,香气扑鼻。 大厅里空空荡荡,地毯已卷起树好,壁如极部分地板,周围踢脚线。 巨已撬开,所有的窗台,窗帘和撬开。 三只单人沙发,四脚朝天,脱底部拆穿,弹簧像渡场一样,拖出。 一个工人师傅,手拿榔头铁签,正从地下室钻出来。 陈灰满面,肩甲上全部是石灰,根本不看阿宝,直接跑上二楼。 厅里其他陈设,苏联电视机,两对油木茶几,黄铜落地灯,带唱片落地收音机,一对硬木玻璃厨,古董厨,四脚梅花小台等等,已经消失。 据说当天就运到淮海陆国营救货店,立刻处理了。 饭厅门口,堆有几箱落满灰尘的罐头,包皮阔油咖喱罐头,葡萄牙昆鱼酱,Enchovy Sauce,番茄沙丝,精致马尼拉雪茄,数十瓶羊酒。 阿宝走进餐厅门,内里拥挤不堪,大餐厨,餐椅,茶几椅搬走,五六个工人,集中清理高碟的一堆香笼。 有个中年人,身穿极细的蓝布工作衣,一个工人说:"老法师,这叫啥?" 中年人看看讲,这是落珠,就是银盘子。 工人说:"董经。 中年人讲,古董店,固衣店,银行银楼的名堂,全场只有本人,算是学过几年生意,吃过几年萝卜干饭。 工人说:"见多识广。 中年人低声说:"龙兴,三厂,资方大老板,不得了。 徐汇区的洋房里,翻出一瓶法国三骰酒,五十年以上的名酿。 我也是第一趟见识,酒瓶内部,一分三的玻璃隔断,直到瓶口,同样三等分,分别装了红,白,蓝三中酒,可以分别倒,也可以混吃。 工人讲:"味道呢?" 中年人讲:"香煞人。 此刻,工人开始低头写。 中年人唱明说:"德国,Legends,老师落地保险箱,基本已经清点,剩下来是,英国金棒,就是小金羊,每块虫祭。 二千二分五黎,算赤标金,一千零四十八块。 东羊,啥? 就是日本小金羊,重计二千鹿分五,三百七十二块。 法国金羊店,就写金法郎,每支份量多少? 一千七分五黎,共总是一千块整。 德国金羊,也就是金马克,重计一千鹿分五,四百一十块。 写好了吧? 箱子数目,共总四十一件。 三楼箱子问,张木箱,四对,即八件。 此地,中式牛皮箱,四大四小,即八件。 其他西式皮箱,大小多少? 一二三四。 一共先写面三件。 写了八。 好。 藤箱四对,包皮脚铁皮箱子。 一对,其中要写明白,既有七箱。 目前已经出空。 阿宝看看靠墙的大菜台,堆了一批灰暗银器,起码两套银台面。 每一套,十幅大小银汤盏,碗筷调羹。 老法师与工人转过来,继续登记畅名。 金不离,银不离,就是金银别针,大小面三只。 银子调脱,就是镯头,就写银手镯,大小八只。 横云,俗名银簪子,两包皮,即一十四只。 落珠,就是银盘,十寸,十四寸,各半达,一十二只。 银鸳鸯错落,就是银九壶,四把。 银茶壶,俗名吞口,也叫偏蹄,三把。 银咖啡壶两把。 银冰筒,一剑,银瓶大小两对,银七宝莲花塔,两座。 接下来登记杂器。 银弥勒佛一座,银观音菩萨,一座。 银凤凰百剑一对,银香宝之花百剑,一对。 银香炉,香炉也叫宝鸭,是血一对。 西式银竹台一对,银中式辣签,高低个两对,银灯,俗口式,锯球高,一座。 银子鸦片灯,一剑,银子小弹鱼,一对。 银矿手拿镜,三面,银柄手书,大小四把。 银键保守是盒子,鹿剑。 银盾,就是名牌寿礼,鲜血三剑。 阿宝转过面积L,看到大部分精细珠宝,垫了一大块印度丝巾,探于靠窗的方台上,无人照看。 花园里一只苍蝇,飞到一对金串上,飞到一叠四十几根大黄鱼,上,苍蝇发金光,停落一只翠斑纸,苍蝇发绿光。 左面角落,乱七八糟一堆书画肘子,旁边是各种瓶,煤瓶,寿袋瓶,粉彩瓷盖潭,水晶瓶,车辽久居。 阿宝正是发呆,耳朵让人拎紧,一通。 一个工人说:"做啥?" 阿宝说:"啊!" 工人说:"看啥?" 阿宝不想。 饭厅里,另一个老工人走过来,讲苏北话说:"啊!" 这个,是高兰路的孙子。 老工人摸一遍阿宝两页,裤裆,阿宝一让。 工人说:"不许叫。 鞋子脱下来。 阿宝脱了鞋子。 老工人抽出鞋垫,一一捏过,仔细捏一遍阿宝的裤腰,衬衫后领。 阿宝一声不响。 工人问:"进来做啥?" 阿宝说:"看表表。 工人说:"以前做了明办小学老师,后来调到区里,做办事员。 有问题吧。 阿宝不想。 工人说:"这次全部要抄。 阿宝不想。 老工人说:"高兰路拉快,抄过了吧。 阿宝点点头。 工人说:"态度要明白,懂吧。 坚决跟资产阶级划清界限,揭发问题。 听见吧。 阿宝点点头。 工人说:"到楼上小房间,看五分钟了就下来。 阿宝答应,走上楼梯,踏脚板全部撬松,二楼朝南一大间,打了地铺。 数百两家九个人,坐到席子上,低头不响。 只是祖父,头紧挂了一块牌子,跪到墙角里。 阿宝立刻冲进房间,拖祖父起来。 门口工人说:"做啥?" 祖父不动说:"不要紧,不要紧。 工人拎了阿宝的衣裳,拉出来,拖到小房间里,表表披头散发,也是独柜地板。 面前摊开一只小皮箱,里面是一套国民党军装,一张白纸,写毛笔大字。 九百四十六年,民国三十五年,国民代表大会选民政。 柳德文。 阿宝说:"表表。 表表一动不动。 阿宝说:"柳德文是傻人。 表表哭说:"讲过十几遍了,是姑父朋友的箱子。 九百五十年去香港前,寄放的小提箱,傻小得,里面有一套军装,一张选民政。 女工说:"还想赖?" 表表说:"私人箱子,我不可以看的。 女工说:"娘的臭皮,垃圾货。 死女人,柳德文到底是傻人。 讲。 今朝想不出来,讲不出来,就不许起来,臭皮。 阿宝回到大门口,听凭南宫一顿乱摸,慢慢走回去。 四南路房子全部变样,祖父表表低头落柜。 阿宝莫名想到一部电影,南霸天接待南洋富商,红竹高照,白面小生红长青,头戴铜盆帽,一身本白亚麻布洋装,不卑不亢,奉送寅娘大礼,老爷少爷,讲讲坦坦,情景绝配。 但接下来,红长青头发蓬乱,衣衫不整,南霸天反捡双手,翻箱逃命,落汤鸡一枝。 情节表演,称得上哀胜玩艳,但阿宝感到一种不堪。 四南路抄家结束,这批人,可能再来高栏路,爸爸单位,已经来人抄过,母亲单位,也预备来抄,楼下贝蒂的父母,已关起来,房间抄了两次。 阿婆与贝蒂一声不响,房里乱七八糟,钢琴随时可能拖走。 记得昨天,绍兴阿婆亲生讲:"阿宝,快点逃吧,天不会贪的。 阿宝说:"逃到哪里去?" 贝蒂坐于晴凳不动,满地杂物垃圾。 贝蒂说:"舒婉姐姐,准备逃到杨浦区高廊桥,躲到码头房间里,我也想逃。 阿宝说:"舒婉家,抄了两趟了,全家已经搬进了楼下汽车间,不可能逃了。 贝蒂说:"可能的。 阿宝笑说:"马头敢收留资产阶级,根本不可能,家庭舞会的案子,也已经交代了,逃啥呢?" 阿婆说:"要么,乖男跟了舒婉,先到绍兴去。 阿宝说:"钢琴呢,钢琴有四只脚,走不动。 贝蒂说:"马头讲了,以后钢琴,不管是高背琴低背琴,还是三角钢琴,肯定取消了,中国有笛子,弧琴,锣鼓加声,平时弹一弹山东柳琴,敲一敲主板,一只盆子一根筷子,叮叮叮唱一唱,翻身道琴,也就足够了,满足了。 阿宝不想。 阿婆说:"淮海路旧货店,钢琴已经堆成山了。 贝蒂说:"如果有人来拖钢琴,码头讲了,完全可以摆平的。 阿宝不想。 贝蒂说:"马头一点也不怕。 阿宝说:"工人接级,当然了。 贝蒂说:"马头跟了同学,到徐会区,抄了好几间洋房了。 阿宝不想。 贝蒂说:"马头讲,看人不顺眼,现在可以直接就打了。 阿宝说:"马头不一样。 贝蒂说:"马头讲了,算一算,两派三派,七派八派,全部无产阶级。 其实,内部一直也是打来打去,头破血流,互相不买账,无产阶级,互相也要斗,不讲别的阶级了。 阿宝说:"不许乱讲。 贝蒂不想。 此刻,阿宝慢慢走到高栏路口,远远看见贝蒂与马头,迎面走来。 贝蒂一扫愁容,白衬衫,蓝布裙子,清爽好看。 马头神太轻松。 贝蒂看到马头,犹豫不决说:"我想,去看一看书丸姐姐。 好吧。 马头说:"贝蒂,我已经讲过了,先到淮海路万兴,去吃冷饮。 贝蒂无语,低头弄裙子,最后,跟了马头走了。 三。 夜风穿过老虎窗,传来依稀锣鼓声。 小毛娘说:"这次海德的轮船,停靠大打马头。 迎凤抱喃喃,去接船了。 小毛爸爸,放下酒钟说:"领袖一声号令,轮船公司的领导,马上就咽醒了,夹紧狗尾巴,连忙回来了。 小毛娘说:"吃酒当中,不要议论领袖,吃了再讲。 小毛爸爸不想。 夜里十点多,后门一响,银凤回来了,也听见海德上楼。 银凤说:"轻一点。 要是开门声音,地板缝亮出十几条光线,放行里的声音,小男嗡嗡几声,想立刻压到银凤胸口。 小毛担心,男男忽然大哭,但男男不想。 塞塞绿绿,海德的喉音嗡,嗡嗡传上来。 倒水,开面,搬东搬西。 后来是拖鞋落到地板上。 银凤说:"轻点呀,几点啥啦,手脚重视重赖。 后来银凤说:"关灯呀,地板一黑。 平时,银凤换衣裳,换玉,必定关灯。 白天拉了窗帘,房间变暗,即使楼上有人看,人影模糊。 此刻,月光发亮,声音模糊起来,隐约有呼吸,也像是老房子开裂声,浑浊难辨。 底楼里发电,二楼爷书房间,早已寂静。 二十四路末班电车经过,小辫子擦过电线。 吵啦啦啦,后来银凤哼了一哼,想轻一轻喉咙。 一部黄鱼车经过弄堂,车里的毛竹排啪啪啪啪一路响过去。 一切全部停止,万籁俱进。 小毛迷糊入梦。 隔日一早,小毛娘照例双手向握,立于五斗厨前面做功课。 小毛爸爸准备上班。 小毛娘抬头看一眼领袖像,也预备上班。 小毛爸爸说,厂里心贴不少语录对联。 小毛娘说,我厂里也有,搞宣传的几只赤篓,爬上爬下,忙上。 小毛爸爸说,对联右面是,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。 左面,排除万难,争取胜利。 小毛娘说,再讲一遍。 小毛爸爸讲一遍。 小毛娘说,对联左面,明显少了一个字。 小毛爸爸说,啥字? 小毛娘说,应该是去争取胜利。 领袖真言,五个字,不可以漏一个,是啥人贴的。 小毛爸爸说,是我。 小毛娘说,啊呀呀呀,别人发觉,这就麻烦了。 小毛爸爸不想。 小毛娘说,这是闯穷货的大尸体。 哎,文人的尸体,工人压进去做啥。 小毛爸爸不想。 闷了头,连忙穿衣。 小毛娘拿起缸中饭盒,回过头对小毛说,快起来,学堂里停课。 也要起来。 哎,我样样是体要穷操心。 小毛说,我起来了。 父母急急下楼。 小毛起身,拿了毛巾牙刷,走到底楼。 银缝买了菜,由前门进来。 此时二楼爷叔也下楼,看了看银缝。 海德也下楼,朝小毛笑。 小毛说,阿哥回来了。 海德拿出一管牙膏,贴近小毛的牙刷,挤出一条说,日本牙膏,试试看。 两个人刷牙齿,开面。 海德说,有空来坐坐。 小毛说,好呀。 这天一早,小毛去了叶家宅。 拳头师傅坐了叶班回来,仍旧有精神。 苏州河边,建国青出一块地方,摆两副石锁,一副石弹。 师傅说,拳头硬点了吧。 小毛说,还可以。 师傅介绍说,牛瘦脚不瘦。 这是绒根,这是小毛。 绒根点点头,指石锁说,赞。 小毛说,啥地方弄来的? 师傅说,厂里做了模子,此地浇水泥,分量平均就可以了,石弹,两百斤多一点。 石锁,一副三十斤,一副四十二斤。 绒根说,练得顺了,拳头上可以立人,肩甲上可以跑马。 小毛一拎石锁。 师傅说,不会弄,容易伤手精。 绒根说,师傅灌一次。 让我徒弟看看。 拳头师傅吐了烟屁股,脚底一踏,拿起一对小石锁,马不开挡,索游胯下朝上,用力一抡,超过头顶,手腕一转。 食指一松,一放,一对小石锁,各自腾空旋转。 坠落阶段,双手随时接住,再抡,再是一送,手腕不转。 松了手,一对小石锁,平面上升,齐齐腾空,成了落势,两手一搭,拎紧,落地放平。 拳头师傅说,年纪大了,长远不弄,手伸了。 建国说,赞。 荣根说,我来一截。 荣根是单手贯锁士,单只小石锁腾空,自由下落之时,抬起臂脖来接,贴了锁。 随时落下来,锁向士,落于臂脖之上,有半秒停顿,手腕一翻,敏捷握紧锁柄,再抛,再转,再停,再接,再贯,煞是好看。 师父说。 我记得当时,只交了一次,车间还扣我奖金。 想不到。 荣根记得了。 荣根说。 师父带进门,练功靠自身。 我弄了一年半了。 师父说。 建国听到吧,样样要自觉,要伤心。 建国说。 嗯。 我看了看,小毛比较硬扎,可以先练。 师父对荣根说。 我这两个小朋友,年纪小,力道不小,想不到学堂里,天天让别人欺负。 荣根说。 欺负我的师弟。 现在的形势,简直是翻天了。 小毛不想。 荣根说。 以后,让我来摆平。 班级里有啥事体? 全部告诉我。 小毛说。 谢谢师兄。 师父四人边谈边练。 旁边是河堤。 苏州河到此。 折转几个河湾,往来博传鸣笛。 此起彼伏。 南风里,隐约是长寿路一带的喇叭广播,普通话交唱歌,大家现在一起唱。 预备! 起! 无! 铲! 见! 即! 文化大革命! 嘿! 就是好! 就是好呀! 就是好! 就是好! 唱! 无! 铲! 接! 忽然有人拍手说。 好看好看! 力道真大! 可以打老虎了! 四个人回头,一个女工,坐于脚踏车上,脚底接岩石,三十出头年纪,大眼睛,嘴唇丰满,和风吹乱短发,人造棉短袖蓝衬衫,工装裤。 来人是女工金妹,拳头师傅原来的徒弟,后调周家,侨访机场,结婚三个月,男人工商过世。 金妹停稳车子,开汗说,长远不过来了。 师傅说,上啥班头? 金妹说,今朝休息,师傅,一定是夜班做出。 师傅说,算得准的。 小毛招呼说,阿姐! 金妹拍拍小毛肩胛。 师傅说,这是我徒弟荣根,还有建国。 金妹点点头说,麻烦几位阿弟,车子后面,有一只拎包皮,帮阿姐搬下来。 小毛与建国,荣根上前,松开了车架后,一只帆布包皮,重得吓人。 解开一看,两副铁雅铃。 师傅说,不错。 金妹说,难为情,拖了一年了。 厂里,做私生活,总是暗地里,偷偷摸摸去做。 师傅照准金妹滚圆的屁股,捏了一把说,偷偷摸摸。 难听吧。 金妹一推说,做啥了? 师娘上班了,对吧? 师傅不想。 建国羽绒根欣赏雅铃。 金妹说,标准雅铃,应该是翻沙。 我坐抱床,跑一对方便。 师傅说,生铁松软,乌钢刀头吃上去,豆腐一样。 金妹说,只是方料难弄,要等机会,要碰巧。 还要等金弓尖里,我单独加班。 小毛看看雅铃,球形六角,鞭棱分明。 金妹说,荣一秀,荣根记得,弄一点红漆黑漆,漆几趟可以了。 师傅说,金妹真帮我。 其实,我是随便讲的。 金妹说,师傅关照的是体。 我样样记牢。 大家回到师傅房间。 师傅说,先吃杯冷开水。 今朝,多做一些。 金妹点点头,碰一碰师傅的毕驳说,穷练肌肉做啥。 师傅说,运动开始了,行事自由了,练身体的人,就多了。 想到此地,师傅朝小毛等人一眨眼睛。 建国荣根,拉起小毛说,阿姐先坐。 我走了。 金妹面对师傅一扭身体说,为啥拉我呀? 当阿弟的面。 难看吧? 我也走了。 但金妹不动。 师傅朝大家点点头,三个人出来。 荣根去邦北的东兴村棚户,建国去曹家渡,户道再会。 小毛回京弄堂,见王师傅捆在一个烫发照。 小毛说,电热丝又坏了。 王师傅说,破丝就懂吧,不许烫头发了。 小毛说,赞! 最好理发店打样。 王师傅说,真关了门。 没得命啊! 我跑你家里也返。 小毛笑笑。 走上二楼,银凤房门敞开,排面是三菜一汤。 银凤说,小毛,一道吃。 小毛咬手。 海德立起来说,来啊,客气啥。 小毛进去,骨牌凳上勉强坐好。 海德倒了半杯上海排啤酒。 银凤拎过瓶子说,小毛不可以吃。 海德说,半杯吗? 小毛接过。 海德说,我一出海,就是大半年,多亏淋里照应。 小毛说,是我娘。 不是我。 银凤说,以前帮姐姐买电影票,忘记了。 海德说,我天天海上飘,脑子是空的。 小毛说,姐姐每一趟吃饭,就多摆一副碗筷。 等阿哥回来。 银凤红了面孔说,哪里有这种尸体。 小毛不想。 海德一捏银凤的手背说,老婆一直是想我的。 对吧? 银凤说,一定是小毛偷看。 小毛说,经过门口,就看见了。 海德说,做老婆,要大大方方,东想西想,怕啥呢? 银凤低环不想。 海德说,家主婆想老公,是应该的。 银凤不想。 海德说,我真不准备吃这口海人饭了。 文化大革命,最好搞得再大一点,搞到轮船全部停班,码头停工,就好了。 银凤说,又乱讲了,可能吧。 海德说,轮船抛锚,我改做写字间,可以每夜抱老婆。 银凤直指隔壁耶稣方位说,虚。 海德说,又怕了,样样要怕,胆子真小。 银凤面孔泛红说,瞎讲。 海德看看银凤说,总归心事重重一副样子,担心啥呢? 工人阶级,已经领导一切了,开心一点。 银凤说,瞎讲了,我哪里不开心? 哪里有心事? 海德说,总归皱眉头,闷声不响。 想心思。 银凤拍一记海德。 小毛说,阿哥一出海,姐姐就担心。 海德不想。 银凤吃了几口啤酒,胸口见红。 小毛说,海里,总有开心尸体吧。 海德说,甲板上蹲了几只狐孙,有啥田头可以搭呢? 只有苦头,吃风吃浪,单讲日本内海,流速巴结,赖敌岛海峡,明石,关门海峡。 如果是旧船,进港就算是全速,也开不动。 小毛说,我有个朋友,一直做传模。 海德说,远洋霍伦,我是权威。 小毛说,将来,我可以做海员吧。 银凤说,瞎讲八讲。 海德说,做男人,这等于坐牢间半年,一年一盼,有啥意思呢? 回到上海,天天弄得老婆出汗,腰酸背痛。 银凤说,十三。 海德说,我是哀声叹气,真无啥可以讲了。 人坐到甲板上,眼前就是水。 就这几个男人,吃老酒,吵吵闹闹,要么想女人,想老婆。 银凤说。 哼。 海德说,比吃官司好一点,我的床头边,允许贴老婆照片。 银凤说,不许再讲了,我不答应的。 海德说。 男人想女人,我正常吧。 银凤说,不要讲了。 海德说。 人人贴女人照片,单身汉,贴明星照。 以前喜欢贴谢方,最近是女跳水队员,剧照。 银凤说。 这部电影没看过。 海德说。 里面全部是穿游泳衣的女人,可以看看胸部,大腿。 小毛不想。 海德说。 外国画报,大腿照片最多了,但政委要检查。 小毛说。 解放前就画报,最近废品回收站不少。 海德说。 外面有的是。 日本。 泰国。 西德。 荷兰。 垃圾堆里。 赤脖赤屁股的女人画报,要多少有多少。 政委经常搜查。 翻出一本,就写检讨。 银凤说。 是应该查。 男人的思想,太瞎做了。 海德笑笑说。 其实呢,政委没收了画报,关紧房门,自家去门看。 难道政委的裤裆里,是一根胡萝卜,还是红肠? 银凤说。 停。 不许讲了。 海德说。 我是已婚。 我可以贴老婆照片。 政委无啥好讲。 银凤说。 不要讲了。 海德说。 小猫拼拼看。 我预备让银凤,拍到两张照片,带到船上。 让我看看。 仰仰眼睛。 这应该吧。 银凤不肯。 银凤说。 到照相馆里拍。 我为啥不肯。 海德说。 好了好了。 不讲了。 银凤看看隔壁。 轻声说。 小猫来拼拼看。 海德想请一个下座同事来。 专门拍我横到棉床上的样子。 充印放大。 小猫不想。 海德说。 我不懂照相机。 请同事来帮忙。 又不登报纸。 不可以啊。 小猫说。 姐姐为啥不拍。 大字名中照相馆橱窗里。 一张也不及姐姐。 银凤看探板壁。 压低声音说。 小猫真老实。 海德是要我赤膊。 带了奶罩。 赤两条大腿。 只穿三脚裤。 枕头旁边摆出骚样子来。 下座吧。 太下座了。 我可以拍吧。 小猫不想。 海德摇手说。 既然不答应,就不要多讲了。